四位首谷天王共同作曲演出的乐曲元素 分别代表土地、水、空气、火 四种地球上的生命元素 以重复打击展现出强烈的脉动 台湾国乐团登峰造极音乐会 邀请四位国际级重量卡斯与首谷乐团共同演出 透过这次的跨界合作 不仅展现国乐强大的包容力 也引领国乐接轨国际 让国际走进国乐 我们这一次的音乐会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平常大家对打击乐的认识都是棒打 可是其实在全世界的潮流 棒打跟手打其实是一样的重要 那甚至手打的发展历史是在西元前6000年就有了 棒打的发展历史是在15世纪 我们所谓的这个古典音乐开始的时候才有的 那现在全世界的潮流就是手打呢 其实比棒打更接地气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小时候呢学走路的时候 我们试试赤脚走在地上 对不对 妈妈不会说帮我们把袜子鞋子穿好 然后教我们走路 所以呢 赤脚踏在原地的那个地上的土地的感觉 就跟我们用双手 打在这个骨面上的感觉是一样的 这是人类最原始最自然的呈现 那我们这一次呢 台湾国语团帮我们邀请到这四位 国际级的外国音乐家 我要跟大家介绍 他们是我们手骨界的天花板 我把它比喻成呢 我们这一次是邀请到了少林 武当 华山 俄美 掌门人全部齐去台湾 所以各位 这个真的是我们台湾 手骨历史上非常难得 而且很珍贵的一课 Galain Vélez 是我们的手骨教父 他是第一个全世界跨界手骨 然后连续得了四届的德兰莱奖 他是我们这四位的精神领袖 Godfather Zohar Fresco 他是以色列人 大家想 他在这个以色列这么传统 这么保守的一个国家里面 但是他将手骨跟爵士乐合奏 他将这么传统的乐器跟爵士合奏 这个走出在以色列真的是 非常 做得非常成功 而且应该是第一人 第三位 Andre Pichoni 他是意大利人 他所拿的那个意大利领骨 是非常传统的 就是我讲 西元六千年就存在的一颗骨 他非常成功的结合了这个我们所谓的巴洛克音乐 意大利国宝级的意大利领骨演奏家 再来Mura Chuskin 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呢 就是用这个手骨跟世界音乐 举办在德国举办世界音乐营的负责人 他非常的努力 已经有15年了 每年都得到德国政府很大的鼓励跟赞助 所以呢 他也是很努力的跨界 我们国乐团是国家级的 台湾国乐团是国家级的 我们也希望他们的整个的方向可以带领着具有引力的示范作用 能够让所有的乐团能够从国乐团的身上能够汲取养分 而国乐团呢也能够呢 对整个的国乐的发展有所贡献 演出开场古今中外 由张永清创作 节目策划人黄新慧 与台湾国乐团共同演出 另一个重头戏 为世界首演作曲家 阴景红二的新作 魔幻森林之后 并且邀请四位作曲家 将四位首鼓大师创作的作品 改编成协奏曲 由大师们单纲独奏 与乐团共同演出 并由指挥家张嘉颖 领军台湾国乐团 共同赋予全新吉乐风貌 这一场音乐会它很特别就是 虽然我们名为六首协奏曲 通常我们都会想 协奏曲是不是台上会有一个主要的诅咒者 然后会有另外的所谓的协奏者 这一次在台上我们的主旋律 全部都是在台湾国乐团的老师们的身上 那首鼓呢它没有阴高 所以呢我们要 借由这个张指挥张嘉颖老师 他是国内首屈一直女性指挥家 最棒的最受欢迎的这个指挥 他带领着台湾国乐团的老师们 有六首完全不一样旋律 我们会听到这个很传统的有金剧 然后也有地方色彩 有民族色彩 有爵士乐 有现代乐 一首一首的带领我们进入这个 非常特别的这个音乐会 也就是说这一次是我自己觉得很自豪 自豪非常成功的跨界 音乐本身就是音乐 我不觉得它应该要分国乐或是西乐 基本上音乐的本质就是要好听 然后让观众觉得是享受 那只是说西乐系跟国乐系本身在构造上面本来就不同 所以所制造出来的音响效果也会不一样 那只是说现在的国乐团很多的曲目都已经交响化了 就是说往西乐方面去走了 那所以只是说让国乐的音响效果或者是在诠释上面更走进 像西方乐团的这种合奏的概念 让音响效果更融合更饱满的感觉 可是事实上音乐的本质其实就是音乐 就是好听 登峰造极音乐会6月9号在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文文化中心音乐厅 6月11号在台北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盛大演出 穿梭古今跨越东西方的音乐盛宴 乐迷们可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导 朝代的 Porter 他忘记了 优优独播剧没入 二十二 十五 志愿